字幕《字幕》 喂喂HelloHello 大家好 今日是2022年6月5日 喂 他們都有責任的啊 所以呢 我不會太過說這個CafeThe Caro 即是經常都說了 有食客才有食店嘛 没有食客又如何有食店呢 这么简单而已 还有这些挂羊头 大家落 我不知道哪一部分落 还是有的 他可能喜欢被M 所以是觉得受到一些这样的对待 他很开心的 你又没有访问过他 你怎么知道他开不开心呢 不过这宗报道我觉得比较上有趣而已 这个是东方日报 他又报了这些东西 那似乎是哦 东方日报是跟这个特区政府对着缸的哦 每一样东西都是正中那个位的 很懂得走位的 所以他经常看这个东方日报之后呢 你就会有那种反党反中央的心理 很想去颠覆他的政权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每一天都说 看完你就知道香港是没有希望的了 香港已经没得救的了 香港你看一下 搞到乱了大龙啊 你看一下个基陈 你看一下这个贪恶 哎呀 你看一下这个陈肇始 用官无能啊 他就每天都说这些东西了 听得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 只有蘑菇化了这个中国 担个蘑菇下去北京上海啊 那才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 就是将这个散角的团体啊 这样殲灭啊 讲远了 讲回这个大家乐先啦 那大家乐无异于一个大集团啊 那就挂羊头啊 说自己行稳致远了啊 大家都能够快乐 哦那但是他带来的不是快乐哦 是不是啊 他应该改名啦 第四 我想盆满满满啦 教他 真是教他 大家乐可以改名做什么啊 大家超 那是不是好巧啊 改一个字而已嘛 那但是都是那句啦 有吃客才有吃店 没吃客就没吃店啦 你没人帮衬 他还可以侧纳不倒 有的 中央餐厅啦 就是等同啊 这个曾志偉而已嘛 大家看看我 没钱赚了还在这 是的哦 可以的哦 已经没了观众的了 没观众员了 有空看他吃寿司啊 都仍然可以侧纳不倒的 后面大条水喉给他啦 是不是 那讲新闻啦 6月4号的新闻 东方日报报道啊 哇 全大家乐 经理啊 逐桌这样去查 那我不知道啦 之后大家乐都出了个声明 可能没有逐桌查啦 就是 随便有个sample 只是查那几张桌而已嘛 那查核那个 你有没有那个通行证 如果你出事不了的话呢 他就会去 报饼强部队 啊 后面写着食客速逃 这个字哦 变了逃太郎 那我不明白的 就是未能出事 他就报饼强部队啊 那怎样啊 当刻的时候 他在那锁住这个食客在那张桌啊 啊 他都似哦 他那些呢 间开了一区区的嘛 啊 会不会落杂的有些东西 这次真是习主席啊 就是 习住 啊 跟着去煮食的一个席位 那就是习主席啊 大家似乎不喜欢那个习 啊 喜欢包大人那些是吧 那看一下他发生什么事啦 其实当局都说过说会查核那个证件的啦 那他怕那些人不听又走进去各样 可能呢他自己发放出来自己澄清再配合这个宣传片来的其实就不是那些什么纪录片澄清片各样的啦 那是这样的事源 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就说呢去连锁快餐店这个大家乐某间的分店用线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女经理哦 拿手机来那就逐个去查这个通行证 那没错啊 如果根据当局这样去做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做的嘛 是不是 那就遇到有人无论能够出事的时候就说呢 会去报这个饼墙部队 啊 所以就很多的食客就嚇到鸡飞狗走的说 这个是透过公务员SecretFacebookgroup那里发文的 当日下午茶时段呢有个女经理 哇 去到这么大粒啊 都是的 你不会找一些散仔散仔要做事嘛 那还有如果 啊 那个食客 哇 那天我见到呢大快活那里有一块牌写着个女经理叫曹美女哦 有个这样的经理啊 那讲回这个大家乐先 大家苦啊叫 大家超 那就大声向在场的食客表示宣示主权哦 那大家看到啦 闭路电视都拍住的啦 我是分店经理啊 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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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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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就不合作哦 没有拿出那个证件 所以呢 我就已经啊 报这个饼墙部队 大家可以做证 哇 这些是法庭传阅的哦 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其他顾客啊啊啊 这里写着就说 苍茫而逃啊 那其实我说不明白的 只有一个原因的而已 那个女经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呢 她是应该去倒截这些人才对的 为什么啊 她如果有的 她更加应该坐下啦 因为她感到安心嘛 你安心出行嘛 其他的食客啊 有些符合 跟着想着搏大帽哦 这些叫搏大帽是不是 那坐下 又没有那个证件 跟着在那里堂食 享用这些这样的东西 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驱港 哦 真的哦 那其他食客应该是 哦 又或者我们误会了啦 她是因为听到 咦 有个未能够出示证件哦 所以其他人的用餐 这里东方日报没有帮手澄清就差点了 其他的食客是怕中这个和咪公 所以离去的 因为有人没有使用到证件 就话说有人呢 吃东西的时候 只是吃了一点点了 咦 我是有个全面 另类的分析跟大家讲的 我想大家没有想过那些食客的心理 甚至乎呢 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糖吃过 其实是呀 我都说买外卖 买些长期干粮在家里 慢慢接近就算了 Anyway 有人就说了 哇 在吃东西折尼茶 那就证明了容许那些客人进去的 啊 那又对哦 你首先呢就已经是没有守到自己的法规哦 他就是查一下那些人呢 有没有运进去啦 可能把关不力啊 那他就说了 嗯 涉事这个大家乐的分店啊 都应该是受到这个责罚的 是哦 入了去的了哦 是应该再罚款的哦 对哦 那另外有网民呢 就开玩笑就说了 喂 这些算不算是浪费警力啊 不算 他们都没什么做的啦 那帮人 这么努力去赶客啊 大把嘛 人家我经常都说了 有食客先有食店 有食店 未必有食客的哈 哇 厉害哦 真是 所以我就说咯 Google大臣啊 以及很多 互联网上面 啊 那些才是 高手在民间了 啊 看到 大家乐原来是 他们本先已经犯了规 意思是这样 但我想研究的就不是大家乐哦 我想研究为什么那些食客速逃哦 很多人就说 嗯 他们一定是自己啊 就是 他给别人的那个感觉就是呢 那些食客其实是害怕了这件事 啊 你说客哦 那别人就走咯 意思是这样 实情不是哦 有几个可能 第一 你可以是 那种叫做 陈兆史上身的哈 他们很明显就是啊 不安心啦 吃得 为什么呀 现在有人没有使用到那些这样的 护照哦 啊 证件哦 跟着就走下去吃东西 用什么呀 就会中了这个和咪公的 一来呢 就应该是 啊 扎罚这个大家乐把关不力 放了那些人进去哦 二来就是啊 在里面吃东西 喂 你这样做 就是 可能不止一个的哦 被你捉到就一个而已 这样的时候 哇 整间食店都不知道有多少个 这些和咪公啦 是不是 那这个是陈兆史上身的说法 那但是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你不要说到人家真的说一下先 未必说一下的 那些人可能是 想着卫生的问题 所以离去的嘛 另一个说法就是呀 我都不理你这些东西了 其实他不是害怕吃东西 也不是害怕那个护照 他最害怕的其实就是 捉稿弯 哈哈 阿博馆 哈哈 就是 喂 原来有些人没有护照各样哦 跟着真是 拎东西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阿博馆 啊 和一足狗打一船人的弯哦 那到时不用上班了 为了餐堂食 那可能 市朝炒油啊 等冬菇什么都齐哦 阳明等冬菇嘛 是吧 最害怕的是这些东西哦 一拎东西的时候啊 那有成十几二十天 没得开工的了哦 那但是香港和上海不同啊 上海他是整栋过的嘛 整栋过的嘛 香港呢 他都还在说 只是那个范围的 那他不是在说 小区动态清零那些 社会面清零那些 这个是 许树昌教授 那个共产医生说的嘛 如果没有记错啊 好了 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呢 大家在集团呢 自己表示 可能他看完人家的comment 才表示 当然的啦 偵探小说嘛 逐个漏洞逐个说啦 那昨天就得息啦 有顾客去到大家乐分店 那就 哦 原来是这样 也就是说 那个分店经理呢 一向 就是 哦 我明白了 是这样的 那个顾客去到的时候呢 就掃了这个 安心程式 但是 由于说呢 就要寻找那个护照啊 那就说到要购买点餐之后 才补复 但是 分店经理多次查询 提醒 然后就 會 嘠 含 汽車那些 你知道你们 所以就献喻啦 那...那叫献喻呀 OK 我是分店经理 閉路電視拍著 現在是年多月 年多月 多少日 什麼什麼 那這位食客未能出事 什麼什麼 這些就叫好言相勸 只准外賣不可堂食 執責你 但是呢 據集團紀錄 員工是沒有報到餅強部隊 期間也沒有呼喝或者不禮貌感 因為呢 以大家的角度來看 那些不算是呼喝 也不是不禮貌 他按本子辦事 根據自己的報告做事而已 而且員工啊 最後有沒有報到呢 是沒有報到的 我就是嚇了 那你不用怕他的 你照坐在那裡 直到他 啊 真是 報餅強為止 怕他啊 是不是 和他一起 玉石俱焚 同歸於盡 什麼啊 這麼大支東西 所以我就說咯 食大家落自己的那個啊 都應該負責的 不過 如果你能夠和他一起 抱著 他有罰 你有罰 哎 這樣就OK啊 嘩 但是 不化算啦 這麼想 是不是 你想一下 大家落多少錢才行 罰一罰五千 還是撿碟啊 十幾天 但是你那裡五千都傷的嘛 所以那位 哎 其實是烈士來的 大家要鼓掌 激勵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